而且运动也能够帮助强化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那我们都知道身体的免疫力 是我们身体的所谓的保护神 那营养就是我们身体免疫功能的一个属于基础物质 那在所有的营养元素当中 蛋白质是我们机体免疫防疫功能的之首 可以这样说 因为它是我们人体免疫功能免疫力最主要的物质的基础 那么抗体由我们身体产生的特殊蛋白质的构成 那么我们的免疫细胞白细胞 还有免疫系统的抗体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 那除了蛋白质之外 维生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 同样会减弱免疫力降低抗病毒的能力 就比如说Zin是很多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那些美的活性成分 它能够帮助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然后再来就是维生素 就比如说维生素A、C、维生素B、B6、β胡萝卜素、维生素E等等的 它都跟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 那刚才提到的维生素A嘛 维生素A呢它不但可以强化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它能够帮助增强抵抗力还有抗癌的功能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呢它可以帮助保护我们身体所有粘膜组织的正常代谢 它能够帮助清除死细胞的堆积 预防我们的细胞病变的 那维生素C呢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当我们身体觉得要提升免疫力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都会吃维生素C嘛对不对 那维生素C呢它不但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它能够刺激抗体还有白细胞的产生呢 它还可以帮助直接杀死那些病人体 所以维生素C呢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抗氧化剂的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你今天可能 就是最近因为我们的这个COVID的关系嘛 所以很多人对提升自身的免疫力都非常的注意 非常的注重 所以呢你能够平时呢就多摄取一些含有高维生素 包括维生素C的一些食物的话呢 对我们提升身体的免疫力是有帮助的 那还有很重要的话就是要注意运动了 因为运动呢尤其是那些耐力运动 就是一些长时间的一些中等强度的运动 我不是说那些你要做很激烈的运动没有 就是一些中等强度的运动 那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细胞 使到这些免疫细胞分布的更加的广泛 能够提供就是提高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的 那什么叫做中等强度的运动呢 中等强度的运动呢 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你的呼吸还有你的心跳明显加快 但是你可以说话 但是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唱歌 就那种程度 你会有一点流汗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强度呢 就是我们称之为是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了 当然你如果说有那些能够 比如说你有带些很多那种运动新手表嘛 对不对 你可以通过那种运动新手表来测量你的心率 你的心跳 那如果你的心率是在 当然这个是根据你的年龄 跟你的年龄有关系啦 通常要达到150左右 这样子的话就让你觉得 可能你呼吸或心跳有点很快了 但是你有一点点 就是感觉有一点点喘 微微有点喘 这样子的程度才够 你不要说稍微留一点汗 留一滴汗 你说够了够了 这样子不算 那个是低强度 低强度的话 不太好 就没有办法真正有效提高免疫力 而且你在做这运动的时候呢 就尽量的就是要每一次都要最少30分钟 如果你能够做到30分钟到45分钟 然后每个星期你要坚持可能5次 然后你要做大概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感觉到你的身体的那个免疫力呢 能够有明显的增加 但是你也不要说 我上个月做了运动 这样我这个月的那个免疫力是不是可以保持一样好呢 其实是不能的 因为这样通过运动来帮助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呢 是属于不可储存型的 就是如果你长时间不运动的话呢 你的这些免疫力提高的这些健康的这些效益呢 就会慢慢的消失了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要 就不要说三天打鱼两天赛网啦 就尽量要达到那个运动的强度要够 运动的时间也要够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